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小妹 刚摘了百香果回来 我就在这里休息一会 等一下我就做一个百香果排骨 来吃了 现在我先吃两个鲜 这个是开百香果的开果器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勺子 就这样划着来吃 就用这个开果器来 上面这里有一个顶 这里有一把刀 就按在这个百香果 最底部 然后就360度这样转 一打开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方便啊 而且它上面也有一个勺子 真的好吃 酸酸甜甜的 你等下了 你等下了 一会儿 是不是很方便 这种看法 我看你 我会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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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起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磊子 已经够十分钟了 酸甜味马上扑上来 这个就是今天做的百香骨 酸甜排骨 就这样拿着来吃 酸酸甜甜的 而且这个排骨要经过炸锅以后 又香又嫩 花脆凉嫩 嗯 有点烫 不过 看到没有这个 花脆凉嫩的排骨 再加一点百香果吃 嗯 味道给你很不客 如果喜欢辣的话 还可以放一点点的辣椒 酸甜辣都有 真的味道很不错 大家喜欢吃这样的百香果 酸甜排骨 就跟着酒妹的视频来就 喜欢酒妹的视频 还要继续关注 我们上期再见 拜拜 大家想了解酒妹更多的土特产 就点击屏幕右下方 了解更多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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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众